大家好,我是Pit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LFT的没,跟Pitter一起赚,带大家看看市场上,我币圈的部分,以及这个未来几天之内可能会发生重要的事情,我马上带大家来看吧,好,就开始 重新带来我的Twitter,Twitter这边,我们来抽这个跟Ledger of Cards,Ledger of Cards,跟他们做的活动,我们来抽吧 Ledger of Cards这边,我们可以抽出五位 我们就load the tweet,我们就load the tweet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有什么,Picture就好了吧 Continue 24个,OK,Continue Brow啊 我们有什么,Shan,Yan,CodeJoyce,Sensei,6666,Duncan,请这几个朋友来,我们Discord开票,好不好 Lediscord开票 多干恭喜这些朋友抽到 说的YouTube都更一件,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建议啊,做好之前就空找东西,最近跟大家介绍比较多 这种百倍NTA或者是这个FreeMint,我觉得FreeMint像这个鸟感觉,鸟表现的还可以哦,这两天扣了这个littlechips,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FreeFinance吧,今天下午大家看一下FreeFinance,感觉这个蓝的地方价格没有跌那么凶哦,目前为止感觉NFT的话就一直往下回 之前看这个ConeX干嘛,没有回到10个percent以上,哇,很像Moonbird,ConeX,蓝筹,哇,开始回 回到42% 现在整个市场哦,我觉得Eath一回之后,整个NFT现在目前为止的钱呢,就除了本身这些蓝筹稍微好一点而已,除了你看,钱其实回到蓝筹 无聊猴,变种猴,ConeX, Moonbird,然后Zuki,那Moonbird这边就已经跌到20以下 甚至你看这边Artifact,对不对,Moonbird already 这都是一个回挡的状况啊,那反而这个地方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些低卷的部分似乎在市场上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了,因为代表大家在这个市场底部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有回归基本面吧,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24小时的OpenSea 对啊,24小时的OpenSea,我来看,就是Borea Club,然后Otherside did Moonbird,Mewden,Gooblin,Gooblin还有在第五哦,Gooblin还是蛮厉害的 然后CloneX,然后NFT-Sensate,这个Shit Beast 我说这个如果你照亮来讲呢,对,那还有这个小花 We're going to die,这边在210几 其实这回归基本面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前10期去看看回归基本面呢 这个东西,这刚才昨天大家看过6月11号 这个我带大家看了,我带大家看一个就是 看市场上这个NFT-Go NFT-Go,刚才没特别跟他讲 NFT-Go,如果你看现在目前为止 我感觉这个Sentiment,市场Sentiment好像还可以有4次 但我觉得不确定这个东西 它Sentiment是Indicator 它是买家跟卖家之间的一个比例来刷 那整个市场蓝筹,现在目前为止 蓝筹它的Index是从11900 回到现在大概是1万左右,跌了百分之 10以上 那你看市场MarketCap,MarketCap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回了百分之12 现在是230亿美金的整个市值 过去7天的交易量,这每次持续回 那如果你怀在Holder跟Trader来讲 目前为止Trader一直急降 Trader急降什么意思 市场上的人买卖东西越来越少 这除了低券之外 那FreeMeat之外 那NFT一些蓝筹,我们过去从NFT蓝筹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人卖 所以代表主要都是Holder Holder一直往上涨 那反而Trader这个比例要一来越下降 那你看整个Collection 还是什么Punks 跟D,Artblock Mutant 那Mibis 甚至Mibis 甚至Samebox CoinX Mumber 这都是站在我们相对是蓝筹的角度以上 你看蛮妙的 Mibis还站在 还在第六 并不是我们认知其他什么What a woman 或是None 或是其他 不是不是 Samebis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整个蓝筹比例来讲 还是占着蛮大的一个份额 大家来看一下币圈的部分 币圈的部分你看比特币 过去7天跌7.5 那过去24.4% 那主要是我们这边看Eat 过去7天跌18% 那过去24.5% 这边跌44.4% 第一个大家来看比特币的价格 如果我们现在看日线好了 日线比特币跌下来 这个地方是在26000多 这地方其实还没有碰到26000多 这边如果大家去开 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周线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周线图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周线图 那我们如果以日线来看 日线目前为止 在这个地方持续比特币 只不过是突破这个地方 还没有往下灌 现在为止比特币 在整个所谓的market dominance 来说的话 应该market dominance 相对是越高 但如果你看比特币 看一小时图 看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 你可以看到比特币 有往下的这个信号出现 出现之后 其实跌破 我们今天跟他讲28500 跟这个31000 左右直接这个盘整的格局 这地方跌破之后 再来看什么 看26000 26600 26600 如果往下跌的话 我觉得就可能22000到25000 22000到25000 22000到200000之间 除了比特币之外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以太 那以太如果我们看 我看小日线图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个以太日线图 是什么 我跟他讲说他的支撑点 是在1440左右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看2017.18年 2018年的高点是在哪里 2018年高点是在1440左右 1440 那这个地方其实从1440 是回档之后 那在5月份左右的高点之后 持续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 然后就大概要等2年半 那我们以太目前为止 在这个地方 感觉以太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像是在这里 那在迪士带之后 会不会往上 会不会有一个往上涨的部分 这个我们要时候要再关注 以太这边目前为止 你看如果你说在这个地方日线图 他其实碰到这个1440 碰到1440之后 这个有没有机会这边往上呢 你看如果现金流的话 这边是一个 这个地方稍微是一个小背离 但是这个背离是二型 所以比较力量没有那么够啊 如果我们看两小时图 我们先看一小时图 如果看一小时图 似乎碰到这个点之后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止损 不是止损 就坐在这个打住了 这个支持住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支持住 之后你要看这里 是不是会直接往下走啊 这边我觉得有机会哦 你说是这样子 123这个地方 他会这样往上走 会上来这样子 123在这里呢 然后再往下 因为你看这边有一条均线啊 这边有一条均线往这边走啊 那当然这里是一个 这是一个1440啊 我们讲的低点 如果这边地方往上走 但是如果有机会回到1600的话 那手头上住的意思的朋友 你们自己看吧 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换成U呢 或者是做一些调整啊 那如果不是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的是什么 再过几天啊 6月16号 今天是6月12吧 6月10礼拜天 礼拜一 13 14 15 礼拜四 下礼拜四的时候 其实你看台湾时间凌晨2点钟 所以等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之后的凌晨 凌晨是什么 就美国利率 就所谓FOMMC嘛 美国利率决议会议 那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啊 因为其实上礼拜五 因为公布了所谓的CPI 美国的这个通胀率 通胀率是超出预期的高吗 超出预期的高 大家就预期这个地方出过加息啊 这边只要加息的话 全球的资金 资金的这个成本的提高了 那所有的股票啊 Crypto啊 甚至所有的币啊 还有NT 就是预期的所有往下走 所以你看这里 我们从今天到到过将来 还有四天的左右时间呢 四天左右时间 那我这个E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盘四天呢 有办法盘四天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其实是16号吧 你看16号 16号在这里啊 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到时候这个加息的地方在这里 那我觉得这里哦 这里有机会这边盘哦 这边可以做个底啊 这里啊 那到这里之后如果他加息 是超出我们预期的话 你可能就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要走 什么地方 不晓得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也有可能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加息到时候预期跟我们预期不一样 也可能会往上 往上来会碰哪里 碰这个啊 1750啊 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1750 这条是重要的 但是会不会回来碰1750 或者是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往下走 往下走之后应该是多少 就不晓得了 这东西到时候要看到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边是1440啊 这也是1440 好吧 我觉得以太这个地方 之前我刚才讲说1750如果跌破的地方 这就是直接看一千次啊 这样就被我们讲到 这下来的时间非常非常快啊 你看这个中间下来不到一天时间啊 如果你这个10号 你看10号这个地方跌破 10号差不多是早上10点钟跌破啊 那直接到 10号 11号 12号 两天时间吧 两天时间不到13号 不到13号就碰到 就已经碰到了 1440啊 那这东西我觉得是重要的啊 这边给大家参考 刚刚大家讲一下比特币跟以太的这个价格分析啊 有可能走的方法 那还有后面整个币圈跟图圈的部分 大家就是要看着蓝筹啊 如果大家决定说我要继续弄图圈的话 那蓝筹还是大家值得关注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大概也下次关注 Twitter加入Twitter 订阅订阅订阅按头按头按头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